这图有可能要输 这图好大 哎呀 没有三飞 一下子有点多 不知道怎么 不能乱用 我就决定打这边了 这边可以守 他们在那边 在很远地方 看到一位 一边没有 那就在那个角落了 像我说的 不要太早浪费你的那个 不要暴露你的配件 好家伙 没有心跳 三飞要在关键时刻再用出来 比如说现在 有可能是AT团 但是我们已经暴露目标了 他有翻窗加速 可惜了 刚刚那刀如果没有翻窗加速的话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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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覺得我開掛了 怎麼可能有三飛 因為三飛護士真的很少見 一旦見了 這兩人 這組應該不太行 他們這個劇團的打法 就用到一次三飛 抓那個 這下我只抓你了 踢板 他應該是 為什麼我又追丟人了 沒想到吧 我有三飛 我可以失誤兩次 最後一次就把你抓到 往大屋方向跑了 對 那個地方 其實是我想在那邊玩的 所以現在要不要在這邊 我在這 看到了 我們不要在那個 中間空隙 沒關係 可惜了 他替隊友擋了一刀 救人 神不知鬼不覺的 這就不對了 是我不對了 忘記我沒有心跳現在 因為他看不到我紅光 剛剛那個還挺搞笑的 好像亞當每次都 跟在我背後 秒救 用了兩秒鐘 我的那個 鬼影布是很珍貴的 剛剛那地方用就浪費了 這要是護士我直接就連上去了 我得 還有什麼 我覺得三飛很好騙那個DH 你可以 慢慢的等 慢慢的等 那個後面應該是 自拔了 哎呀 可惜 這個可能飛不過去 我看他 好 可以飛過去 這組 這組 對這組確實不太行 這組他們 我說了 現在玩的 不 現在玩的 也有厲害的 只是我們還沒有遇到 這個時間段 我們這邊 很容易遇到一組 強的人 一般你遇到三個人 三個以上 帶那個 DH 那基本上就是一個信號 就是一個很強的一組 他們這組你看都沒有人帶 還差一倍 還差一倍 你說是護士 護士也有中間的 僅僅是會玩的 幼崽和護士上 中間地段的也有 但是呢 中間地段的很容易被人覺得是 是那個幼崽 因為他們還在練習 因為護士的那個 叫什麼 懲罰的那個 傷害太大了 你要是沒有抓到人 沒有揮到人 那個懲罰很大的 即便是比較會的護士 他如果 連續兩到三下沒有抓到人的話 沒有砍到人 不值得是 然後 就可能整場就會崩盤 我以為你說是人類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